记者蔡孟上竹县报道,新竹县熊林乡农会前年底把老旧的粮肥仓库打造成农村社区小铺,现场的工业风氛围大受欢迎,生意也不错,地方文创工作室觉得老仓库有无穷潜力和农会合作共推新文创世纪,光邀文创好手共襄盛举,新竹县熊林乡 新竹县亮起来发展协会副总干事彭康明说,农会的旧仓库记录了当地许多中老年人的田园生活轨迹,也承载了淳朴的农产业文化,目前已有固定式的农村社区小铺来满足附近民众日常生活物资采购的需求,如果再加上不定时举办的文创市集,则可吸引包括新竹科学园区从业人员在内的新竹县市民众体验 小农漫活生活,独有手作DIY活动,艺文表演,更加丰富精神生活 这个新文创市集将在5月12日,13日和26日,27日这两个周休二日手推母间接特辑,邀请二手再生,手作DIY,在地小农,艺文展演,特色美食或小五胖卡等文创工作者一起进驻 报名网址,https,goo,glformsvhpk,usrv55npnr 彭康明说,在老旧仓库里办文创市集可说是一项创举,这个挑高的农会仓库保留不少大型机具,现场弥漫复古的工业风情 农村社区校铺前年底开张后就吸引不少人来拍照打卡,相信之后来市集参观的民众,也一定会留下深刻印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